好 小心 千玉的身体里藏着太自由的灵魂 你去花园走走好不好 你去花园看看好了 只要是节奏轻快的五月天和苏打绿 就会随着旋律又唱又跳 小声 有时候我们要再互乱 或在室内他嗓得太大 我们采访的这一天 正好是千玉十六岁的生日 十六岁了 因为他刚刚说我 我讲的我有承诺 他觉得我说得很 有说到错这样 有说到错 期待了一整天的蛋糕 终于让他露出难得的笑容 所以他像是在跟你撒中的 对啊 能有现在这样的互动 已经是很难得的成长 笑起来一双咪咪眼 看不出来跟别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 一岁半因为癫痫发作 才发现罹患罕见疾病 结结硬化症 不只学习能力迟缓 还有刺鼻行为 他小的时候 就是那个自闭的症状非常严重 就是他没有办法进到那个治疗室去 他就在外面哭半个小时 对 然后我就陪着他哭半个小时 情绪老是在拉扯 不知道该怎么办 孩子哭 自己也跟着哭 然后经过那个精神科的门口 看到他们有那种 忧郁指出的那种量表 我才知道说 原来我自己有这样的状况 直到参加了这场音乐会 走小鸭 走小鸭 一直会走开走小鸭 我听到那句话 我就非常的感动 对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人说 会在一开始的时候 这样子 表示欢迎我们 接触了其他爱奇的家庭 才觉得自己被理解 被接受 原来自己不是只有一个人 他很自由啊 很自在 他在那边 他叫啊 或是他起来跳舞 都没有关系啊 可是 可是真的 大家都可以很包容我 大家相互成为彼此支持的力量 努力学着不去在乎外人眼光 要做孩子最坚强的护盾 有时候 坐公车的时候 就是 他不在乎等红绿灯的时候 就是这样 会大叫 就吓到别人 然后吓到司机 陪伴他面对社会 学习预知和生活 尽管未来的每一步依旧艰辛 千语妈妈也能坚强走下去